女孩遵纪手法,却在博物馆里第一次偷东西 因为这枚戒指实在是过于好看 然而他做梦都没想到 一辆飞驰而来的汽车夺走了他的生命 可奇怪的是 他并没有完全死透 只是以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状态困在自己的房子里 他不知道自己为何变得这般模样 又为何不能去到外面的世界 伴随着心中的疑惑 一黄眼不知过去了多少年 直到一个男孩找到了一本没有或许的相册 才似乎有了答案 你以为是居住了吗? 只见他把相册里的那霉戒指掉落在地上 隔天才把它从地上捡起 在绿光的灰药下 尝试戴在自己的手指上 男孩被吓得瘫软倒地不知所措 冷静后再次把戒指戴在手上 戴上戒指就能看见女孩 取下就看不见 反反复复验证后 男孩联盟去翻阅古老的相册 果然就是照片离早就死去的女孩 可这也太过诡异 所有的一切似乎跟那霉戒指有关 这让比利终于看到了解开谜团的希望 我可以 touch things if I focus just not living people 但 like how did you come back I was at this museum that's where I found the ring you were hit by a car it was a doozy in any case I was hit by one and then the next thing I know I'm in my bedroom I don't know what happened in between after a while I figured out that I was one trapped accepted it yeah and that no one could hear me or see me until you now oh mom she can't see me are you okay you look a little pale yeah like you seen a ghost or something no I'm I'm fine okay well hurry up my god I get going 可男孩始终没有相信允孩的遭遇 you won't be here and I will find a good psychiatrist in the area 男孩取下戒指 他作为刚搬来的转校生 不得不先去镇上的学校读书 可他根本没有心思上课 在桌子底下不断地用手机查寻驱鬼方法 直到放学后他也没能弄个明白 可始终还是要回到家里 他尝试着戴上戒指 当没有看见那个女孩时 他长舒了一口气 然后就准备去睡觉 自从男孩是第一个看见女孩的人 比利就在房间里不停地寻找更多的线索 可除了能被戴上戒指的人看见外 他还是无法被活物触摸到 或是去到房子的外面 但是男孩感到十分的困扰 于是他取下戒指 专心地去忙家庭作业 可比利移动着屋里的家具总是发出噪音 这让男孩无法集中注意力 只好戴上戒指一探究竟 原来比利好奇于海报上的音乐明星 当看到墙壁上挂着吉他 比利特别想要男孩弹一个时 科尔却犯了难 这似乎触及到他内心最不愿提及的部分 科尔一直以来是个孤独的人 因为自从父亲离世后 他就封闭了内心 取消了所有社团活动 不再向外展示自己的才华 然而这些全部被老师察觉到 科尔的母亲本以为换了一个城市 换了一所学校 科尔就能有所改变 但这似乎并没有奏效 直到母亲察觉到卧室里的一些声响 他才感觉到一丝欣慰 因为儿子可能交到了朋友 可那个朋友猴不遮掩地拿起了庄严的瓶子 这一生惊讶差点引发母亲的高血压 好在有惊无险地混过去 回到卧室的科尔联盟戴上戒指 等以为少不了一顿痛骂 然而科尔选择了妥协 只要百年老鬼不去招惹母亲 他就会一直戴着戒指 比利这才知道 他已经在这个房子里被困了一个世纪 世界早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他恳求科尔告诉他关于外面的一切 因为他从未走出过这栋房子 然而他的手却伸到窗户外面 这意味着有出去的可能 于是他站在大门口 若有所思地向前迈了一步 可多年来从未发生过这样的事 这一定是受到了科尔手上那枚戒指的影响 他不是被房子困住 而是被戒指困住 面对如此可爱的女孩 科尔也只好暂时放下家庭作业 带他来到了外面 比利走在街道上 看见所有人都穿得奇奇怪怪 汽车也变得千姿百态 他也从未见过踩着木板就能飘荡的人 更为惊叹的是 不用驾驶员就能飞上天空的小盒子 至于没尝过的冰淇淋 他也只能眼睁睁地听科尔描述 但最关心的莫过鱼板迎来发展的音乐 而这恰恰跟科尔的兴趣不谋而合 有关音乐的话题 他们之间无所不谈 除此之外 还跳了比利那个时代最流行的查尔斯顿舞 接着观看了近百年的历史视频 这期间科技与很活的飞速发展 让比利彻底目瞪口呆 然而到了深夜 比利望向天空中的航班飞机发呆 因为他一直有一个成为飞行员的梦想 可是那个年代还没有一个女性通过飞行员的测试 科尔看着比利的眼睛 他坚信只要去追逐就一定做得到 就像第一个女飞行员阿梅利亚埃尔哈特一样 冥冥中他们的手差点碰到了一起 科尔平静地心立刻跳个不停 他害羞着准备去睡觉 说是明天还要上学 万万没想到 科尔就读的地方 竟然也是比利曾经在读的学校 然而第二天科尔还是戴上了比利 比利惊叹于周围的人打扮成鬼怪的模样 原来已经兵民万圣节 大家都在准备过节 唯有科尔没有兴趣 他朴素地打扮很快便引起了一个女孩的注意 而这个女孩是同班同学莉迪亚 他早就注意到科尔上课时查阅驱轨的小动作 知识没有当众揭发 因为他对各种灵异事件都十分的好奇 虽然看不见比利 但尼迪亚的感知异于常人 为了不被说话的比利分心 科尔连忙取下戒指分散注意 这才打消了同学的疑虑 可就在他离开再次戴上戒指时 比利不见了踪影 然而在路过音乐室的时候 他看到比利正在弹钢琴 科尔跟着音乐也来了感觉 在比利的眼神示意下 他拿起了墙上的吉他 坐在椅子上久违地调音 半死钢琴键的暗下 科尔拨动了乐弦 美妙的音乐似乎敲开了科尔那紧闭心扉的大门 见到再次弹起吉他的科尔 比利产生了些许疑问 科尔的父亲在乐坛出名道 称为各个地区的公敌 音乐就是他的生命 可是他却因为心脏病突发而匆匆离世 对于活了一百年的比利来说 早就经历过了双亲死亡的打击 可当梅梅想起时 他总是遗憾没能照顾父母 死去的人已然离去 活着的人要坚强生活 他们两人已经好久没有过过一个节日 而今晚的万圣节 科尔想到一个势必走出悲伤的好地方 从城边小镇跑到纽约大城市 科尔带着比利溜进一家隐蔽场所 比利怎么也没想到 这个派对的主题竟然是查尔斯顿舞 然而一个路过的身世不经意间撞到了比利 打湿了他的衣服 这实在是振奋人心 因为比利不仅能接触到科尔的手 还能被其他的人看见自己 这似乎意味着他不再是鬼魂 好事接连发生 比利却开始发愁 因为他没有能够换洗的衣服 可这并不是什么难题 科尔知道派对的楼下正好有一个租医处 他们都能租一套跳舞的服装 不久后 科尔换上了礼服 静静等待的期间 比利也从楼下缓缓走上来 这一刻 他们似乎遇到了自己的命中注定 不知不觉中两人走到了舞池中央 说起只属于他们之间的秘密 随着主持人激情澎湃的开场板 两个舞者登上了舞台 他们用热情绚丽的查尔斯顿舞 拉开了万圣节的序幕 可是科尔不会跳查尔斯顿舞 他害羞着一直不敢上台 但此刻的比利已经迫不及待 因为他百年来终于有了一次 能够展示自己的机会 科尔贝比利的激情带着舞动 他们跳出了内心的喜悦 渐渐的两人之间产生了些许倾诉 随着伴奏的结束 他们优稳在了一起 仿佛整个世界只有他们两人 然而在舞会结束后 科尔却带着比利来到了墓地 说是有一个惊喜 那便是每天都经过头顶的飞机 在这里却能够近距离地瞧见 然而当比利情不自禁地 取千科尔的手时 他又变回不可触摸的状态 这一刻他隐隐约约察觉到 他们两个不是命中注定 第二天早上 利迪亚告诉科尔查到了那梅戒指的来历 他能断定科尔被鬼魂缠了身 因为传言那梅情侣戒指是一位牧师下的诅咒 只要有人分开这对戒指 就会招来不幸 所以只有将这梅戒指跟另一半重新合并 才能破除诅咒 而戒指的另一半现未云有约的博物馆 科尔必须在明天他被拍卖出去之前做出选择 因为一旦匿名出售 将无处可寻 这个道理科尔再清楚不过 只是他已经坠入了爱河 这实在是难以做出决定 科尔想好了怎么告诉比利 却在进入门的刹那间住立在了原地 因为眼前这个浪漫的舞台震撼到他的心 这意外的惊喜是比利的一片心意 比利特别想让科尔重新拾起音乐 可比利现在只想听他独奏 科尔也只好开始演奏最惊喜的歌曲 歌词围绕着一只丢掉的鞋子展开回到主人身边的故事 也流露出科尔希望比利能够回到过去的渴望 弥补那些错过的时间 只不过现在还是半成品 然而比利很喜欢 他想让科尔能够在学校舞台上演唱 可是科尔仍然害羞被人瞩目 关于这一点 比利偏要他登上舞台展示才华 于是为了妥协 两人给出了一个约定 只要科尔登上舞台 比利就会出现在前排最醒目的地方陪着他 因为这个约定 科尔更加的难以做出决定 直到在犹豫不决中那枚戒指被出售 他才似乎松了一口气 可他却始终高兴不起来 这种复杂的思绪通过吉他的旋律传递到了比利的耳中 比已感受到了他的心事重重 直到看见利迪亚发来的消息 他才察觉到了端倪 科尔也只好如实地交代 可是即便彻底消失 比利也要找到戒指的定一般破除诅咒 因为他无法看着所爱之人慢慢衰老直到死去 科尔没想到比利渴望着消失胜过一切 他这才明白自己只是他生命中的一个过客 两个人也并不是命中注定 科尔取下了戒指 怅然弱势地离开了学校 他回到家里 静静地坐在沙发上看着相册里的臂已发呆 然而母亲注意到了难过的儿子 他坐在旁边侧耳倾听科尔讲述 质弱爱河的男孩错过一个女孩的故事 琴刻间科尔恍然大悟 他害怕的不是所爱之人永远的消失 而是害怕某一天不再因为他感觉不到难受 不再因为他没有了思念 所以不需要死去的人重获信生 只是带着那份美好的回忆继续前进 担心科尔被鬼魂缠身的利迪亚交集地来到学校 却听见悲伤的琴声 他透过门窗看到了跳动的钢琴键 他好奇地接近 发现了那枚戒指 若有所思地戴在手上 这才见到了一直困扰科尔的鬼魂 在相互介绍后 比利说出刚发生不久的情况 他对科尔的话似乎有些过分 可若他不撇亲个子的关系 就会毁掉科尔的一生 可是另外一半戒指已经被拍卖 已然无法破除诅咒 但是科尔已经不再迷惘 他要尽一切可能去寻找那枚戒指 于是对电话那边博物馆的卖家 谎称自己是那个拍下戒指的有钱人 科尔的内心激荡起喜悦 因为那枚戒指还在纽约 博物馆明天才会发货 他片刻不停地跑来学校 迫不及待地要告诉比利 可戒指被比利扔在了地上 科尔只豪捡起来戴上 他为自己的隐瞒深深地道歉 然后对着仍然保持了莫太多的避离 激动地说出那枚戒指的下落 在利迪亚的帮助下 他们更快地来到了宁约市 利迪亚将车停靠在博物馆的外面 他要留下来为他们放哨 分开前他还不忘担心了一下刚交到的朋友 科尔和比利悄悄地溜进博物馆 躲避远处巡逻的视线 不断寻找存放拍卖品的房间 于见打破开锁的门时 比利就利用自由穿墙的能力 节省了不少时间 在某间房里琳琅满目的货架上 他们开始仔细寻找拍卖品的编号 似乎一切都十分地顺利 科尔也很快找到要发货的物件 他停断了一会儿 才叫上了比利 然后一起来到中间的桌子前 打开包装的木盒 打开木盒里的小盒 终于见到了戒指的另外一半 分别前比利从眉不展地 看着科尔微微地点了点头 可当科尔正要准备取下手上的戒指时 科尔取下戒指 看着比利最后一次消失在眼前 他特别想再多看一眼 可是必须破除诅咒 完成比利的心愿 于是他把戒指跟另一半合并在了一起 随着绿光的闪耀 比利彻底地消失不见 科尔关上了盒子 锁上了木盒 却久久舍不得离开 因为他已经开始想念比利 想念跟他形影不离的每时每刻 他怅然若失地回到家中 难受地陷入沙发里 却发现了那本陈旧的相册 他把相册放到桌面上 开始一页页地翻阅 虽然之前也看过 但这一次却完全不同 因为相比之前 里面的照片又多了几张 比利有了一个完整的人生 他顺利度过了大学生活 之后还环游了世界 更让人激动的是 他完成了梦想 成为了女飞行员 他还幸福地结了婚 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命中注定 科尔真心替他感到高兴 为他有一个美满的家庭开心 科尔心满意足的和尚相册 这一刻他意识到比利并没有因为诅咒的破除彻底的消失 而是重新回到了过去 回到了宁约博物馆 然而这一次比利选择把偷走的戒指放了回去 他像是做了一个漫长的梦 但是他没有忘记一百年后遇到的那个他爱着的人 冥冥中他想起了那个约定 而科尔也没有忘记那个约定 他把比利的照片定在墙上 在比利搭建的舞台上面洗新歌 他要在全教师生面前大放光彩 演出的前一天早上 他跑到学校大厅 拿出自己的吉他排演 随着音乐响起的那一刻 乐服似乎穿越到了一百年前 比利听见了那熟悉的旋律 他顺着歌声走入学校的大厅 缓缓靠近舞台 站在前排最显眼的地方 看着空无一人的前面 他止不住地流下了眼泪 因为他在歌声中感受到了科尔对他的思念 感受到了对他的爱 而科尔似乎也见到了比利 此时这两个不是命中注定的人 不留遗憾地遵守了只属于他们之间的约定 2024法国最新复仇动作猛片卡利 今天终于上线了 为了给冤死的丈夫报仇血恨 女主设计了各种残酷刑罚来惩治那些是恶不赦的败类 而且杀法果断话不脱泥带水 绝对是以不孤容错过的双片佳作 故事发生在巴西的里约热内卢 迈克正在这里执行海外任务 没想到一群歹徒突然找了上来 伸手敏捷的迈克很快就打趴了他们 就在他带着伤痕准备离开时 又一伙人冲了出来直接朝他疯狂扫射 刮不敌重的迈克被打成满蜂窝 再倒在地上当场身亡 他在他的电脑上过了很多时间 他在半夜的电脑上过了很多时间 他的组织还在华西亚中 我们要去证明 是 塔利知道后悲痛不已 自己和儿子还等着迈克回来一起旅行 没想到现在已是天人两格 根据瓦西警方提供的消息 迈克非法持枪 而且参与了毒品交易 是在非邦火拼中被乱枪打死的 塔利听后坚决不相信 迈克不可能做违法犯罪的事情 塔利曾是反恐部队的顶尖特工 为了查出丈夫被杀的真相 他修好了尘封已久的军用电脑 随便一查就查出了惊人的信息 原来迈克之前在调查巴西的假药案 目标是一个叫富比克斯的药品公司 这家公司专门生产各种品类的假药 势力强大且组织严密 销售网络遍布全球多个国家 假药贸易风险小 却比毒品买卖更加赚钱 一年能创造超2000亿美元的利润 什么事物业的状况 这些人物业的事物业在上尔棠 我提醒你,你的婶子是很大膽的 你的婶子是最好 等待 塔利立刻来到巴西警察局 希望能看看迈克被杀的案件资料 警察却说案件还在调查 不过还没有明显的进展 塔利取下其中一名嫌疑人的照片 然后果断离开了警局 你还在这里吗 谢谢 回酒店后他发现有人在买买枪枝 于是并找过去准备买点防身装备 男子骑着摩托载着卡利来到 一个非常偏僻的大楼 走进去一看 老板娘竟然在采缝纫机 不过这只是他们的掩饰 只要有钱 他什么都能搞到 塔利从包里拿出几叠钞票 老板娘吩咐手下打开冰箱 从里面拿出了一大堆武器 然后放在桌上任他挑选 塔利专心地使枪 他们却想黑吃黑 随后卡利拿出嫌疑人的照片 问在哪里能找到他 老板娘说这个人叫白毛 老实地将他的信息全说了出来 塔利非常满意他的态度 于是便留下钱带着武器离开了 为了找出白毛的下落 他拿着照片四处打听 请问您,您知道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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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终在一个女人那里 知道了白毛的具体位置 此时白毛正跟胡朋狗友们吹水聊天 殊不知自己已经死到临头 卡丽跟着白毛来到一家酒吧 然后直接走到他跟前 突然就掏出来一颗手雷 白毛瞬间背下的魂飞破散 白毛大腿重枪躺在地上疯狂叫嚣 卡丽懒得搭理他 以枪又打断了他另一条腿 没想到这个女人这么狠 白毛赶紧全都招供 说是警察局长让他杀的 而且要伪装成黑帮火拼的样子 该说的都说了 至少应该能捡回一条小命吧 哪想到 画面一转来到警察局 局长突然接到了白毛的电话 为了避免谈话内容外泄 他走出警局才敢接通 可对面并没有人说话 原来电话是卡丽用白毛的手机打的 因为他想确认害死丈夫的凶手 到底长什么样子 这才是对付人渣子 最好的方式 卡丽只要稍微不动一下余线 老头便会遭受钻心刻骨的疼痛 他逼迫老头跟他的幕后老板约各时间见面 老头却说他从来没见过老板 杀他丈夫的命令都是用邮件下达的 见他不老实 卡丽准备让他吃点苦头 老头吓得马上周贡了 说幕后老板有个儿子叫泰勒 是假药公司的副总裁 只要找到他就能找到他父亲 因为负责他平时的安保工作 泰勒的行程都在他的平板里 卡丽将平板收进包包 离开时他还特意将钥匙拧断在锁孔里 随即他假装成顾客 面带微笑地走出了安保公司 老头的小弟还浑然不觉 不过他们很快就听到了里面的异常 但门被锁死只能撞开了 解决了安保公司的老总 卡丽也没忘了警察局长 他叫一个小孩拦住他 然后将一杯大粪泼在他身上 局长气得火冒三丈 不顾一切地追了上去 小孩跑得比兔子还快 不知不觉中已经将他引到一个封闭的空间 这时局长才发现背后还埋伏着其他小孩 将所有出口都锁了起来 周围弥漫着一股刺鼻的味道 因为地上撒的全是汽油 卡丽拿着一个火机 问他为什么要杀他丈夫 局长怕得要死 马上全都周贡了 说母后老大给了他一笔钱 要他设计除掉他丈夫 为了掩人耳目 他时候还在房间放了毒品和钞票 污蔑麦克参与了毒品交易 局长吓得魂飞魄散 不断恳求卡丽放过自己 但卡丽怎会轻易放过这个人渣 调查了这么久 卡丽终于知道幕后老板是谁了 他正是假药公司的老总 巴西的土皇帝丧彪 要找到桑镖得从他儿子下手 他第一次人渣了 塔利简单粗暴,直接绑架了他儿子 随后又用枪顶住他脑袋要他打电话给他父亲 可万万没想到的是,接电话的并不是丧彪,而是他们的管家 管家非常嚣张,说泰勒只不过是丧彪的绊脚石 没想到父亲对自己竟然如此残忍,泰勒索性不再隐瞒,将他父亲的勾当权说了出来 桑彪专门仿造大型制药厂的药品,就连编号都一笔一复制,一旦流入市场就无法分辨真伪 迈克已经查到桑彪的制药工厂,正准备回国揭发他们 结果被人出卖,被丧彪的人在街头乱枪打死 这家工厂堪称罪恶之源,泰勒再也不想诸咒为虐 想带着卡丽一起去摧毁他 他们很快就来到了秘密工厂 附近的村民包括小孩全都被丧彪抓了过来干活 泰勒以为自己有副总裁的身份,可以堂而皇之地溜进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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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结果还是被人发现了 卡丽懒得跟他废话 直接一枪打爆了他脑袋 随后又制造混乱疏散了所有村民 紧接着便开始疯狂扔炸弹 准备将假药工厂扎各地朝天 丧彪的头号打受光头歌 提起家伙就疯狂突突 泰勒没有战斗经验 很快就被打中了好几枪 但他并不想给卡丽拖后腿 而是叫他给自己留一颗手榴弹 现在也没有其他办法 卡丽只好独自杀出一条血路 当歹徒没追上来的时候 泰勒的手雷早已等活多时 卡丽跑到工厂二楼的仓库 这里放着很多煤气瓶 他从包里拿出一颗定时炸弹 然后拼命往外面跑 跑着跑着他却突然停了下来 丈夫的离世让他深受打击 卡丽早已失去活下去的希望 既然活着已经没有意义 那还不如趁着这个机会 跟这群歹徒一起同归于尽 他按下遥控器开关 爆炸冲击波将卡丽震飞 掉到地上生死尾部 此时他在油桶旁安装的另一枚炸弹 也到了千军一发的时刻 但随着巨大的蘑菇云升腾而起 藏标的罪恶工厂彻底被炸的粉碎 幸运的是卡丽并没有死亡 只是被震晕昏睡了过去 善良的村民将他抬到家中 经过几天的照料 顽强的塔利竟然苏醒了过来 可他又发现了更令人愤怒的事情 很多村民身上都长满着肉流浪疮 因为他们被当成了是假药的小白鼠 留在这里肯定会连累村民 塔利联系朋友希望尽快离开 不久后理查德赶了过来 准备先带他到达彻离点 彻离点就在山顶 眼看目的地已经近在咫尺 没想到山腰出现一名狙击手 直接一枪打爆了他们的轮胎 两人用汽车做掩护向狙击手疯狂扫射 双方陷入了僵持状态 这时撤离直升机正好赶到 狙击手监视不妙赶紧逃跑 可惜他的狗命已经进入倒计时 见地面已经安全 直升机开始下放救援小队 没想到更多歹徒杀过来 理查德想瞒住他们 结果不敌对方人多 身中鼠枪倒在了地上 另一批歹徒又追了过来 而且带队的还是光头哥 他也没有被炸死 只是变成了毒眼龙 罗徒们架起重型机枪疯狂扫射 理查德他们决定干掉机枪手 救援小队终于与卡利会合 他们将两名伤员搀扶到山顶 随后又跑到路口兵分两路 试图拦住冲锋的歹徒 为直升机降落争取时间 哪想到正好与歹徒短兵相接 双方疯狂朝对面突突 歹徒们死伤无数 但六名救援小队也全部阵亡 可万万没想到的是 敌人却绕到了他们背后 光头哥并没有马上杀掉卡利 只是让他脱掉身上的防弹衣 因为丧彪对他格外看重 悬赏一百万取他向上人头 只不过电光火石之间 光头哥就丢掉了小命 所以说千万别小看了女人 女人狠起来超出你的想象 不久后直升机终于赶到 卡利也安全离开了巴西 回到法国后朋友早已等候多时 卡利紧紧地跟他拥抱在一起 能活着回来实在太不容易了 几个月后 丧彪的事情全被曝光了 他在政府的后台也全被扎了起来 丧彪正看得专心时 二把手却将电视关掉 随后他儿子的司机又走了进来 就在丧彪疑惑不及时 电视上出现了卡利的画面 丧彪非常嚣张 一定会追杀他到天涯海角 看来丧彪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孽 他身边的人都容不下他了 十八线小演员为了增加知名度 参加了一场大型相亲真人秀节目 我们都准备了 好了 大家 我开始了 请你准备到一场 中心的分析 从中心的游戏 从中心的词 作为节目中唯一的女嘉宾 她只要按照剧本对格版后面的三个男嘉宾提问 最后选出一个适合的就算完成任务 然而谢丽儿却不甘心被主持人牵着鼻子走 当一个没有灵魂的花瓶摆设 直播过程中 她不按套路出牌问出自己想问的问题 爱因斯坦曾说过 在火炉宾坐一分钟像过了一个小时那么久 但如果在漂亮姑娘身边坐一个小时 却像是只过了一分钟 这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 而谢丽儿对一号男嘉宾的提问 就是她的相对论是什么 如此深奥脱离剧本的问题瞬间让男嘉宾语塞 完全不知做何反应 紧接着她问二号男嘉宾 邀请一个姑娘吃晚餐希望得到什么回报 男嘉宾自以为帅气地看了眼镜头 表示要取决于晚餐吃了什么 如果是昂贵的牛排大餐 那女方至少要提供一道饭后甜品 而甜品指的是什么 大家救星照不宣了 她的回答瞬间引起现场观众的哄堂大笑 而谢丽儿也不再抱有任何希望 看来三号男嘉宾也跟他们一样是草包一个 三号男嘉宾的回答完全超乎谢丽儿预料 然而观众喜一个女孩在看清她的样子后却惊恐万分 浑身上下意置不住地颤抖 她认出台上那个能说回到的男人 正是害死好友的最大嫌疑人罗尼 一年前她和一众好友在沙滩上开派对 作为摄影师的罗尼恰好经过 还给他们拍了很多照片 想不到当晚就被发现死在海边移动旅馆里 然而由于证据不足 罗尼很快被无罪释放 但女孩却认定她就是真正的凶手 他离开演播室 想要跟节目组负责人说明情况 可非但没见到之骗人 还被讽刺说她有妄想症 如果罗尼真的有问题 根本不敢明目张胆上电视 还是这种收视率如此高的节目 后来后女孩再次去警局报案 却被告知这个案子早已经结案不与受理 就连警方也不会料到 罗尼不仅是这个案件的真正凶手 身上竟然还背负了几十条命案 她并不像其他连环杀手那样性格顾僻 而是看起来有好剑谈 在利用她摄影师的优势 才让很多年轻女孩惨遭毒手 罗尼每次看到年轻漂亮的姑娘 都毫不吝啬称赞 在聊到时机成熟时 提出带对方去荒郊野外拍照 女孩们没有任何防备光天化日之下被害 但因地理位置过于偏僻 才让罗尼一次又一次侥幸逃脱 不过有一次 她的作案地点竟然选在了市中心 那天恰好她在街边拍摄物色目标 忽然被一个漂亮的空姐叫过来帮忙搬家具 作为回报 空姐把她请到屋内喝茶 然而罗尼却趁她不被将人勒死 像书籍战利品一样 每次作案后她都要给被害者拍照片 此时正在录节目的谢丽尔并不知道危险就在身边 还在对三个男嘉宾进行最后一轮提问 一号男嘉宾的回答依旧没有任何水平 认为与人生来就是男人快乐的源泉 二号男嘉宾则自作聪明 认为这是一道陷阱题 如果回答女人的存在只是用来陪男人吃喝 听起来就很欠扁 但如果说女人是用来尊重这种话 又好像侯吉林有所图一样 她的答案显然并没打动谢丽尔 但罗尼兄有成竹的回答 又让他的印象分大大增加 尽管没看到三位男嘉宾的样貌 不过单评回答 谢丽尔已经有了最终选择 罗尼长得不算帅又有些邋遢 但她能说回到很会讨女孩欢心 她从隔板后面走到台前 给了谢丽尔一个深情的拥抱 之后顺势摟着谢丽尔不放 手掌不安分地在她背后触摸 配队成功后 当谢丽尔换好衣服从电视台出来后 没想到却看到罗尼一直在等她 为了不让场面太难看 谢丽尔同意跟她去附近餐厅 聊天时她说了自己参加节目的真正目的 并非来找伴侣 而是增加曝光度 也不会和她一起去旅游 得知真相的罗尼吉利隐藏被欺骗的愤怒 真实地表示无所谓 最后甚至主动提出要送谢丽尔回家 被拒绝后的她显然已经起了杀心 他紧随谢丽尔身后 索要她的联系方式 谢丽尔不得已随手写了一串数字 可罗尼显然并不相信 纠缠着让她背一遍刚写的号码 见她吞吞吐吐的模样 罗尼总算明白那串数字根本不是她的电话 谢丽尔不确定是否是自己换听 但罗尼的表情已经足以让她意识到危险 她加快脚步向停车方向走过去 然而还没等打开车门 罗尼却一脸杀意地扑过来 就在谢丽尔万念俱灰时 旁边摄影棚忽然有人走出来 将准备下手的罗尼吓跑 谢丽尔惊魂未定赶紧开车离开 庆幸自己捡回了一条命 回来后她赶紧收拾东西 准备离开这里回乡下 不再执着于当一个大明星 然而她能毫发无伤全身而退 不代表其他女人也会如此幸运 被猎物逃脱的罗尼并不甘心 开始在城市里到处撒网 很快就被她找到一个无家可归的女孩 艾米离家出走后 每天都是在公园长以货自助洗衣房 饿了只能翻垃圾桶 或别人不要的巧克力 情人节这天 她撬开洗衣房的投臂机 抢走十几枚硬币后慌忙逃走 就在她躲在一个没人的角落属前时 那张我见幽怜的侧脸恰好被罗尼捕捉到 她走过来承赞艾米美若天仙 和电影明星一样耀眼 甚至提出让她给自己当模特 没有哪个女人能拒绝这种连环赞美 更何况一个涉事未深的小姑娘 艾米被夸得完全迷失自我失去了思考能力 最后竟然同意跟罗尼去野外拍摄 她完全没意识到已经沿入虎口 一路都在欣赏戈壁滩的绝美风光 而旁边的罗尼却一边开车一边调情 今天恰逢世情人节 她笑着对艾米说自己找到了此生之爱 艾米不确定她是否在开玩笑 不过还是把在洗衣房偷的巧克力送给她 罗尼将巧克力塞进口袋 但艾米的话对她来说还是有了不小的冲击 很快车子开到了一个山脚下 罗尼从后备箱拿出绳子和胶带 趁艾米不注意偷偷装进随身携带的包里 两人赶在日落前终于爬到山顶 艾米没有任何借心摆出各种姿势 然而就在她转过身后 罗尼却狠狠撞了过来 艾米清醒时已经是第二天早上 此时的她浑身酸痛像药伞架一样 脸上身上到处都是伤口 她想要起身却发现自己手脚被绑 而罗尼竟然趴在旁边像个孩子一样哭泣 艾米并没有大声尖叫求饶 而是冷静地询问罗尼是否能帮自己一个忙 她不同寻常的反应果然让罗尼放下防备 见她并没有过激的举动 艾米小心翼翼摆脱她帮自己把绳子解开 说话的同时不忘称赞她很会打劫 解开束缚后 艾米也没有第一时间逃走 而是强装镇定和罗尼攀谈 只为让她放松戒备 下山后她若无其事坐到车上 依然没有任何逃跑迹象 这果然让罗尼心生愧疚 认为她真的对自己一往情深 罗尼试图在女孩脸上看出恐惧 但看到的却是艾米毫无伪装的真诚 在回程途中没有任何车辆经过 开了一个小时才在一个十字路口和一辆皮卡相遇 艾米万分纠结 但最终还是没开口求救 因为一旦罗尼说两人事情屡在吵架 而对方把车开走不予理会 那就只有死路一条 如果说此前还怀疑艾米有其他想法 那在看到她没有任何求助的意识后 罗尼悬着的心彻底放下来 在车子又开出两个小时后 艾米终于等到了机会 罗尼把车停到加油站 此时的艾米正躲在不远处的咖啡店 在电源的帮助下终于打通了报警电话 直到亲眼看到罗尼被警方按在地上 压抑一整晚的恐惧才敢释放出来 然而谁都没料到 这样一个杀人狂魔竟然在候审期间允许保释 在被释放后她又残忍杀害了两名女性 其中一个竟然是不满12岁的孩子 当罗尼再次被捕时警方才发现 她的罪行波及范围让人不敢想象 最终她因谋杀7名女性被定罪 但实际上受害者可能多达上百人 电影中并没有使用过多的暴力和血腥画面 却足以制造出恐怖气氛 这才是真正派给受害者和女性的影片 她并不是为了博眼球 而是在敲响警中 警告每一个女性朋友 天上不会到馅饼 更没有免费的午餐 感谢观看